来到了2022 新的一年的开始 很想知道那去年的操作营 对今年如此一样的嘛 来 职员请上来 去年第四季 五大爆红的ETF 依序是00888 0056 00715 这个是油的ETF 正二的 878 891 你看去年第四季 有的涨得还不错 幅度也大 那我现在第一个礼拜2022 是继续抱着 还是说把它卖掉呢 您的观察 好 这个我们讲说 第四季以来 这爆红的ETF 不一定是涨幅最高 或绩效最高的 我们先讲 而是说讨论度最高的 当然爆红的有很多 譬如说像888的话 它就是聚焦在ESG 同时我发现到 它的电动车的概念股 占了八成 而且它是继配 因为你也配四次 对 等一下我们会发现 这些红的 就爆红的 都很喜欢继配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题材 那今年呢 有哪些机会跟变数 第一个 我们刚刚有讲到 它电动车的概念股 很高八成 今年呢 我觉得电动车产业 还是会续航 没有问题 那么变数在哪边呢 我觉得还是要留意 就是说 因为它只有在单一产业 万一Tesla变动 股价变动很大的时候 如果比较大幅度下跌 或电动车产业出现了一些 比较大的一些供应链上面的一些缺口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留意 它可能波动会蛮剧烈的 这是要留意的地方 第二个 0056不用说老牌的高股息的ETF 配息很稳 没有问题 那么今年的机会跟变数在哪边呢 因为呢 它挑选的选股呢 有一个未来性 是未来一年的 所以我们留意就是说 它选股的高值利率配息呢 基本上来讲 应该算是稳定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说 这个股息呢 通常来讲是一个保护 还是要留意 因为它大部分还是在台股身上 免不了受到台股的一个剧烈的波动 所以这个呢 反而是我觉得要留意的一个变数 最担心的就是 如果台股有大幅度修正 对 然后你赚了席 反而赔了价差 对 是这样 没错 第三个呢 我觉得争议性就很大 那资源通常来讲 也不太建议投资人去投资 为什么 因为呢 它是有关于这个原油期货的 那么它其实呢 715L 我们看到这个呢 就是知道它有个杠杆 那它爆核的理由在于说 原油有大涨 而且呢 高杠杆 所以呢 它的一个绩效的部分呢 会特别的高 那当然今年的机会 还有没有机会 有 在哪边 就是油价 还是高点可期 我们插播一下 就在今晚 不知道是不是知道 智云要讲这个 油价冲好高啊 79.0多 我们刚刚呢 有另一个标题 我们的经济部长呢 王部长还特别讲 油价今年它的推估哦 有机会见到了八字头 每桶八十哦 油国也特别讲 OMICRON影响很轻微的 所以油价又冲高了 对 没错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的机会哦 今年的机会 当然是油价高点可期 但是波动也会很大 大家不要忘了 OMICRON出来的时候 它也是大跌 对 而且呢 它最主要是这一档 我想为什么讲说 争议性比较大 因为它有一个 齐全的成分在 所以它的波动也比较大 它会有一个 时间价值的一个递减 而且跟您报告 因为它包了期货在里面 会有换约的成本 如果都是正价差的话 它的禁止会被吃掉哦 对 因为它拿更贵的钱 去换约啊 是这样 所以我这边特别讲 不可以常报 第四档 第四档的话 878的话 它是永续 然后又高股息 同时间它有个 很好的题材 就是什么 继配 我们发现到 刚第一档888 我们也讲也是继配 等一下我们要讲的 还有一档继配的 也很受欢迎哦 那当然今年的机会在哪边呢 永续高股息的体材 永远都是夯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 它的一个股息配发呢 是不是能够持稳 因为毕竟是比较新的ETF 不要留意一下 那么再来是891 中心关键半导体的部分 它最大的持股呢 跟过去的这些 所谓的半导体 或科技的ETF 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不是台积电跟它的子弟兵 不是这样 蛮特别 它最大的持股 反而是在连巴克身上 而且呢 它采取的是继配 这五档里面 其实呢 就我们发现到 就有三档是继配的 而且是科技 跟科技有相关的 对 你看一年配四次 大家呢 买来过退休生活的 定期定额买股的 都挑这种有配息的 对 那891的机会 891的机会 当然来讲 就是说贝城半导体指数 是去年表现最夯的这个指数 半导体持续的夯 我们又跟国内的 我们国内半导体 又跟美国非常的一个 连结性非常的高 但是你就要留意 在联准会升息 或缩减过在规模之后的 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变数 就要留意一下 就怕如果真的升息了 科技股修正压力稍微大一点点 对 担心这个了 所以呢 您爱的 去年第四季知道了 那么今年2022 操作应对呢 操作应对呢 我分成两个类型 第一大类型呢 是属于这个红色的部分 那我觉得不管 888 0056 8788 或891 基本上他们都是蛮好的 这个ETF 有主题性 而且呢 很多都是有配息的 大部分全部啦 全部都有配息 而且有三档 还是既配息 所以呢 我觉得是你可以做 长期定期定额 拿来存股 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去年 就有投资这些ETF的话 我相信其实 获利都非常的好 而且它有第二个迷人点 观众朋友 你看到没 便宜啊 现在有的都已经来到 100多块了 对 没错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小资族啊 你帮自己存留学的学费 或者是日后娶老婆 或我们要过退休生活的 这种定期定额是最好的了 对 没错 那但是呢 如果说你从这个 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也可以波段来回操作 就是说如果你投资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获利了结的 如果你设一个 比如说20%当中一个获利的目标的话 也是可以获利了结的 你就是说如果我00878 定期定额这样照您说的 一直买一直买 然后不知不觉几年后 我已经买了20张 拿个5张来赚价差 对没错 15张你就这样 定期定额一直这样 定期定额不要断 我告诉你退休生活买存股的概念 比赛比什么 比谁的定力够强 我告诉你定力够强 你退休就不用怕了 对你提前获利了结的这个价差 你就给它当作提前领的股息 然后呢再持续再做定期定额 这样也是可以的 最后一档呢 就第二个类股的一个族群 只有一档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它有齐全的成分在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 不是说不能买 如果观察油价或操作手法 比较快速的投资人的话 还是可以介入 只是呢 你要散设什么 停力跟停损点 真的到了呢 你就要做什么 纪律操作 不然的话 你有可能就赔到很多钱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讲白话就是这一档 00715L 如果今年您还是很爱 有赚到 赚到价差 比如说一成啦 或7%啦 两成啦 您设定好 有赚就离场 对没错 不可以长报 对 停损也是一样 如果说跌得很深的话 你不要死报活报 那可能会跌很多的 好 那要个答案就好了 因为停力停损都要自己设 如果我上面设15% 下面设10%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吗 赚的要比赔的比较多一点点 可是志愿员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传前顾后了 把去年第四季 无大爆红的ETF 全部列出来 果然呢 去年第四季有赚到哦 但不意味着2022一样美好的 所以今年呢 去年的爆红理由就不再去数了 但确定的是今年 真的有它的机会 但也有变数哦 所以这一栏位 盯仔细看了 所以操作呢 分两大板块 888 56 878 还有891 他们多数有配息 然后呢 价格也不贵的 所以呢 依旧可以照定期定额的 这个来进行存股操作 小子组也是可以的 如果您张数够多的话 也许呢 20张拿个5张 来进行波段 赚一个价差 唯独这个 715L哦 因为涵盖期货因子 在里面 所以不可以报偿 绝对不行 设立自己的停利 停损点 总之看过了哦 2022的操作方向 跟2021 有点不一样 以上的结论 支援正确吗 正确 感谢您 接下来居民请上来 要来讲明天关盘之前 先报告一下 傍晚 你有没有被地震 给震昏了 我告诉你 我第一次录到摄影棚 我怕灯砸下来 好恐怖 台积电对外说了 各场区没有灾情 所有的产线 都是正常的 当然要讲明天之前 先看今天 台湾大 这个双开了法术会 重点 这个台湾大准备并购 台湾之星 但我想最主要的理由是 他有规模经济的这个效益 所以呢 最主要是扩大 他的一个规模 变成第二大 对 那包括这个稳定的 现金流量等等 财务规划 那合并以后呢 他会有980万户的 这个用户 会变成台湾电信的第二大 第一大当然就是中华电信 那包括这个网路 用户上面的一个贡献 另外来看预期的这个税前 折旧跟贪销前的利润 第三年可以增加 七十点八九亿 那去年台歌大的前十一月 大概是两百二十八亿 当然这个并购的效益 在未来一段时间 会陆续的一个出来 不过目前他大概还要经过 这个NCC公平会的核准 另外来看的话 这个效益没有那么快出来 所以对EPS的影响 可能相对有限 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未来的低支费的5G 可能慢慢会就不见了 提醒大家 都变贵了 所以这个明天 盯着台湾大法收贵之后 股价的表现 明天更多的看盘重点 对 第一个最近这一两天 各国公布这个PMI的数据 对这个经济的数据 但我们特别观察 另外当然过两天 有CES展 有没有新的一些亮点 跟这个发表 我们可以注意 那美股指标已经高档 能不能秩序公高 那美元反弹的强度 另外新台币 只要不扁破二十七点八 都非常的强 集中市场 两千六百亿上下 其实就有各股表现的空间 支撑我们提到一七九六八 那指标高档 我们冲高不追 强势的族群 包括台积电 被动元件跟公立元件 明天我们可以盯着看 金明问你 如果今晚上美国股市 科技股表现比道琼来得强 明天这些依旧是 最佳男主角 没错 确实的 今晚NASA 包括了费办 幅度领先标普跟道琼 但是什么个消息 今晚的科技类股 为什么有买盘做加温 锁定待会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